今天上午,梅西率领迈阿密国际3比1战胜了西部第二的洛杉矶 延续着自己加盟球队后不败的记录 作为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 洛杉矶不但拥有卡罗斯贝拉这样的攻击好手 后防线还有意大利铁锐接领一座阵 这场比赛,梅西虽然没有进球 但速冲了两个助攻,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 我们先看梅西的第一个助攻 比赛第51分钟,梅西中拳打球 此时如果是一般的球员,肯定是有两个选择 要么给右边路插上的队友 要么传给身边的队友做撞墙配合 我们看梅西是怎么做的 梅西拿到球后,观察到了左路的阿尔巴 然后直接一脚直赛 可以说这个传球瞬间就拆解了对方的防线 而阿尔巴需要做的,就是将单刀球打进几口 我们再看梅西的第二个助攻 这个助攻,我们如果简单的看 只能看到对方的失误以及梅西的无私 但我们仔细看这个镜头 在边路队友拿球后,梅西迅速启动 开始往前跑 而在一秒钟之前,梅西还在看似悠闲的散步 这个球能够抓住对方后卫的失误 梅西在场上的嗅觉了,起到关键作用 梅西拿到球后,直插对方禁区 对方后卫疯狂回追 我们看这个细节 注意看,梅西将节奏慢下来后 如果是一般球员 很可能将球直接传给右路的队友 但梅西却用左脚,外脚背将球轻轻拨向左侧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小变相 让对方后卫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梅西身上 这样就给了右侧队友更多的空间 而这个时候,梅西迅速将球分到右侧 队友了轻松推射圆角 如果说第一个助攻再次展示了梅西的上帝视角 那么第二个助攻也再次证明了球王和普通球员之间的差距 C罗固然伟大 但仅仅是一名吃饼银前锋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在对抗中越来越占不到便宜 与之相比 梅西虽然也已经进入了生涯末期 但其对于读球的理解和阅读比赛的能力 是其他任何年轻球员都无法比拟的